开心风向着飞机 向我们刚刚飞机 可爱的Hello Kitty与她的好朋友们又唱又跳 吸引不少大朋友小朋友抢着来体验 这个全球第一家Hello Kitty室内主题乐园 因为之前听说过这边新开一家嘛 特别想来看看 因为蛮喜欢Hello Kitty的 这个是一个Kitty款的那个白雪公主 然后也是那个Stereo的那个衣服嘛 然后这个是Melody的一个妆室 然后这个是一个Kitty的一个那个头饰 选在这名商场开辟三层楼 约1800平的空间 以上海滩为主题 将3080年代和现代感的元素 结合这些卡通人物打造沉浸式体验 既然作乐在上海那么 它也得符合一些在地元素 比方说像是这一辆丁丁车 它就能够让你穿越时空回到老上海 你本人真的好可爱哦 Hello Kitty换上旗袍 带你回到30年代的上海滩 有别于户外主题乐园 这个室内主题馆 主要结合互动科技 达到娱乐效果 而这些设置也都和日本三立欧集团 买下IP版权 从所有的装饰到光雕秀 都不例外 正是因为向众这些升职人心的卡通人物 有着无数的圈粉功力 若拥有版权 就能再衍生更多相关产品 或是娱乐元素 这也让红遍亚洲的熊本熊 选择在上海开设大陆第一家主题咖啡馆 你好 外卖48号 忙着将糕点打包 店员的手忙到没停下来过 好像说是第一家 就是熊本主题的咖啡店 所以就是想来玩一下 这个部长温泉超可爱的 然后还有下面那个人形的抱枕 作为日本熊本县最萌的部长 他不光是日本第一位 获得政府单位认证的吉祥物 全身上下也都有专属IP 能开发各种周边商品 这就是小熊 还有小熊的衣服 这还蛮可爱的 就主要小朋友喜欢 买买买就怕手脚一脉 喜欢的落入别人口袋 光是靠这些周边产品 去年就让熊本熊 在全球创下1500亿元的产值 而这些拥有IP产权的卡通人物 纷纷选择上海也不是没有原因 光是去年来到上海旅游的人次 就高达3亿人 带来约2.3兆台币的观光收益 也让上海成了抢供IP财的 兵家必争之地 这支影片与林新年程序 上海采访报道